在香港租了个千尺 我绝对想不到晒衣服 成了最困扰我的问题 家里没有阳台 只有厨房外面的这种架子 但是婆婆总说人家的油烟味 漂到衣服上面就会很臭 我本来想把我自己的那个刚衣机搬过来 一问价格 拆机器250 拆支架250 搬过去500 重新安装500 重新打支架500 拉心管300 还要再买配件200 一起就得2500 真是肉痛 婆婆说这台我们都用了7年了 不如买个新的算了 新的4000多 还要安装 结果把师傅叫过去一看 他说你这个厨房根本安装不了 除非重新装修 好吧 煤气的刚衣机我们就彻底放弃了 就去电力公司问了一下 只有4升的根本就不够用 这几天都是挂在房间里这样一硬干 发现还是有味道 今天姐姐又洗完了一堆衣服 我这台木卫干衣机就派上了大用场 今天用的是智能模式 显示需要90分钟的时间 它的体积很小 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放柜子里 现在孩子们的校服就全靠它了 像需要手洗的内衣裤或者比较贵重的衣服 阴干也会有味道 我也是拿它来烘干 除菌率99.9% 干完之后穿着很舒服 下午我和我老公去元朗配眼镜 顺便买菜 住这里有个好处 就是买零食要走得比较远 有利于妹妹控制身材 我老公比较喜欢来这种楼商店买眼镜 因为便宜 以前店更多 这一家款式还挺多的 我老公在看款式 他想要那种没有边框的 因为感觉比较轻 老板说没有边框的都过时了 我也来试一下 你们说哪幅好看 老板给他测量了一下度数 总有人问我老公到底看上了我什么 其实他看上我 纯属眼瞎 500度的近视 看谁都是自带美颜的效果 笼花呀 我这笼花 你不认识啊 所以都有笼花 但你本身是更实 配一副680 第二副就500 冲这个优惠 所以配了两副 叫了400块钱定金 一周过来拿眼镜 配完眼镜就去买菜 元朗各种店都特别多 家里现在有三个冰箱 今天我们拉了两个车 可以多买一点 回了一趟老家之后 再来香港买菜 又有点味手味脚的感觉了 这个豆腐20块钱一片 我硬是没手的买 今天的排骨45块钱一斤 坐车超级多人 好多人呢 妈妈买了很多菜 现在冰箱多 我就不担心放不下了 到了一包快递 现在去哪快递也要坐车了 有点不方便 本来我选择的是送到楼下 80块钱运费 结果快递员打电话给我说送到家里 我当时还心想这也太好了吧 结果姐姐说她帮我垫付了110块钱 那加起来就1900了 用三位数的快递费来寄这些两位数的商品 我真的要考虑一下借掉网购了